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工作 特區政府自諮詢開始馬不停提 與我們社會不同的界面進行解說 藉著前廳交流會這麼難得的機會 在諮詢期完結前與我們立法會議員 面對面坐下來交流解說 並且聆聽他們的寶貴意見 剛才的討論是非常坦誠的 議員除了與我們表達他們的意見之外 亦都與我們轉達了在社會上 他們在不同界別所收集到的一些意見 以及市民關注的地方 我們會回去好好地整理和分析這些寶貴意見 我們都留意到市民比較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有關於煽動意圖罪 會不會批評一下政府就會犯法呢 是不會的 我再重申一次 因為煽動意圖罪其實現在已經是有的法例 它最主要針對一些是煽動的一些挑撥性的言語 在我們的諮詢文件裏面都說了 一些基於事實和一些正當的對政府的批評 是不會違法的 我們是歡迎對政府給意見的 第二個關注點也是有關於國家秘密 市民一般是做研究做一些分析 而得出自己的結果是不會違法的 第三個關注點就是有關於境外干預 一般是跟我們一些外國的團體 進行一些交流活動 是絕對不會是所謂有這些五度法案的情況 我們解釋了之後 基本上議員都是充分明白和理解 和也都會告訴市民 接下來我們將會是 不久將來做完這個諮詢 就會推出你的法案 我們都預期推出法案之後 外抱勢力或者走了路想危害我們的人 會更加多人抹黑工作 所以我希望各位市民要認清事實真相